今日大带智能 我们要继续来把这个焦点转回到立法院 318的学运将局难解 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第四度召开朝野协商 但是最后还是破局了 没有共识 王金平不排除自己提办法摆平争议 但是总统府也很急 26号下午总统府副秘书长萧续成 就跟学运要缴黄国昌私底下见面沟通 希望可以正面回应学生的诉求 318学运将局难解 王金平召集朝野四度协商又破局了 国民党还是在哭嚷 没有展现诚意 然而还是要硬拗 哪里不满意 原来蓝军虽然同意让两岸监督法制化 但要求不做既往 胡茂继续审查 绿营不接受 双方没交集 民进党直说下次朝野协商不来了 这也是不断的折衷妥协 不断的退让 是为了要根本解决问题 沿看朝野协商没结论 立法院龙头王金平 自己想办法 打算把服帽退回委员会 自己当主席出调从谁 但其实总统府早就透过管道 和学院要缴黄国昌 私下碰过面 马政府目前的策略 是希望把这边的学生 拖得很疲惫 然后让他们自己回家 夏续腾先生 他们必须要了解到 不要错乎的形式 跟同学们捍卫 我们自己的诉求 到底有这样子的决心 26号总统府副民署长 肖旭成和学院要叫 黄国昌相约见面 黄国昌当面点名 这次行动和民进党无关 要总统府别再抹黑 还说学生最核心的诉求 就是两岸协议 监督桥立先立法再谈服貌 同时希望马总统 为驱离学生盗窃 肖旭成当场表明 会让马总统全盘了解状况 总统府多次想看学生对话 但学生代表强调 要马总统正面回应诉求 3月30号恐怕只能在 开刀上做